1990年台海危机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美国两艘航母战斗群可以呢 将所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舰值全部打沉 我们2000艘渔船上面绑一些坦克大炮呢 在美国航母面前没有任何威慑闪斗力 但是如果美国人打沉这么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舰船的话 中国唯一的还手的力量就是中国的战略核武 那现在求提给美国人 美国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引发中美核大战吗 中国之所以明知道是自杀 把2000艘渔船拉过来 然后大炮坦克拉上渔船 跟美国航母战斗群对峙 抱定必死的决心 美国人固然不怕解放军拉渔船坦克大炮 但是他害怕中国战略洲际导弹 更怕中国战略洲际导弹携带轻弹 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种无惧牺牲 宁愿死在海里 也绝不退缩的战斗意志 展示之后美军怂了 后来本来可以零伤亡歼灭中国海军全部的美国两大航母战斗群主动后撤了270海里 解放军逐渐停止了相关军事演习 战争阴影烟消云散 1996年台海危机结束 我是怀着一种悲壮的心情来读远邦清沐先生写的1996年台海危机 这到现在心里还没有平复 中国的核武器正国之宝 我们不能不感谢包括前两天刚刚去世的著名的科学家两代元勋周光昭先生 感谢当年的科学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搞出了中国的两代异性 没有这个正国之宝 我们拿什么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中国的核武器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无谓牺牲的精神 让我们在1996年那个时候我们的海军那么弱的情况之下 能够守住国家主权的底线 这种同归于尽的自杀式的威胁 是当时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国 但是我们的海军力量太弱的时候 一种悲壮的无奈的选择 没有人一直想这样 而且1996年的事件发生之后 因为海军实力确实不能控制台湾海域 所以台独势力从此开始抬头并蔓延到今天 远方青木先生说解放军不怕死 但没有人不想正面击败美国航母战斗群 1996年那种无奈那种悲壮张召忠将军说到这事的时候 泪洒现场了解内幕的人都会陪着流泪 我们1996年无奈的选择没有人想再来一次 所以海军司令员上将刘花青老将军曾经说过 中国不建航母 我死不瞑目 可惜到刘花青去世 中国没有建出航母 因为实力实在太不允许 海军太贵了 太烧钱了 国家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地步 真的见不起海军 但是2000年中国北斗系统首次建成 中国陆基导弹终于可以威胁美国航母了 为什么 我看得见了 你刮了GPS我照样可以打你啊 这是四年的功夫 一眨眼 美国还没想明白怎么解决中国海军这种自杀 是对峙的时候 中国就集中资源抢先解决了最小脖子问题 给陆基导弹安上了眼睛 从这一刻开始 中国再也不需要坦克大炮上渔船了 中国再也不需要让我年轻的海军将士 用自己的生命去对峙美国航母了 中国只需要反复提升陆基反舰导弹的射程就可以了 我们的反舰导弹射程500公里 美国航母就不敢靠近台湾海峡500公里 我们的反舰导弹射程1000公里 美国航母就不敢靠近台湾海峡1000公里 所以中国才研发反舰导弹 这么有兴趣 所以中国集中全国资源 研发出了人类最强的反舰导弹 大家知道不知道 中国的东风21地最大射程达到2500公里 最高速度10倍音速 远方清目说这个数据简直丧心病狂 为了打航母 尽一切力量只为了在最远的距离上 直接弄死美国航母 到现在为止 全人类没有数据这么变态的反舰导弹 因为不需要 有这个动力砸钱研究这玩意儿的 只有中国 只有中国 而这个动力是美国航母 在1996年给中国人注入的动力 当然了 陆基反导只能防御 进攻还要靠海军 但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如果是在张照荣将军做节目的中央第二台的现场 2012年中国航母首次下水 这段应该有疑悦吧 应该有现场气氛吧 2012年中国航母下水了 中国首次有了自己的舰载航空兵 2023年中国已经有了三个航母战斗群 2012年中国首艘052C型导弹驱逐舰下水 号称中华神盾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 现在先进的宙斯顿级驱逐舰 当时中国只有两艘 美国那时候有90艘 其中阿里伯克66艘 在美国国力最强大的1994年 一年美国就要下水了6艘宙斯顿驱逐舰 但是当中国强大起来的时候 曾经被人派到过 5艘052D导弹驱逐舰 铜矿制造 一个画面里5艘052D导弹驱逐舰 而且在同一个造船厂里 批量生产 2019年中国一年下水了8艘052D 两艘055级导弹驱逐舰 打破了美国1994年的纪录 这个速度被人称之为下饺子 国防工业依赖于整个工业 中国的造船工业能力 目前在全世界一花独放 一记绝尘 为什么我对上海一个滑稽演员 嘲笑中国军舰下饺子的事 我反应有点大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了解这些北极 上海那个滑稽演员 把海军军舰下饺子和老百姓吃饺子对立起来 而且说的那么轻调 我听着我就个应 截至2020年末 中国的钝舰数量超过40艘 达到美国存量的一半 2021年中国下艘8艘钝舰 2022年中国下水9艘钝舰 各位要知道 全世界第三大海军英国全国所有的钝舰才6艘 美国的钝舰固然多 但是它都是二三十年前建造的老产品 战斗性能上已经落后于中国的驱逐舰不止一代 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再也不用坦个大炮搬上渔船了 美国试图黄海军演挑事的时候 解放军派山东河航母带着一群顿舰去找关岛基地 找美国航母聊天去了 美国航母只有退却 本来猖獗的台独势力只有蔫下去 蔡英文说什么呢 和平对话才是解决两岸问题的正确道路 所以今天这个和时代 没有大国敢于轻易发动战争 那为什么还要砸这么多钱发着海军 这不劳民伤财吗 告诉各位 老祖宗的智慧 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没有实力 那你是谈不到的 世界上也许再也没有海军把坦克大炮拉上渔船了 1996年台海危机 这一幕将成为千古绝唱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四万万 再见